新闻 您好 我是韩若宜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来关心的是社会的焦点 在16号的下午5点左右 台北市的内湖分局西湖派出所 是惊传了枪支走火伤警的事件 原来有一名新晋的园警 他疑似枪械使用不熟 在背景室擦拭救世手枪时 不甚是将子弹射击到了地面 导致弹壳碎片伤及了一旁的园警 幸好是没有大碍 再来看到一名朱姓的男子 他日前是到了三峡的恩主公医院来就诊 经过医师的诊断 说这名男子是要住院来治疗 但是男子一开始他是答应了要求 不久之后他反悔了 准备离开时居然莫名的出拳 回答医护人员 详情连线记者邱小千 来看到台中有家长控诉说 去年8月把儿子送到了托婴中心 接回家之后不断是大哭 送一检查才发现 5个月大的小朋友竟然多数骨折还脑震荡 一度发出了病危通知 但是托婴中心说了 他们没有监视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是过了7个月 迟迟没有真相 桃园警方16号在凌晨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一辆脏车 鸣笛要对方来停车 结果脏车他不但是加速逃逸 还速度冲撞警车 最后这个脏车失控自撞分隔道 才停了下来 当中有两个大人 还有一名三岁的小朋友 都被验出了有毒品反应 不排除这名小孩遭到虐待 还被施打毒品 在台北市一名承信的男子 他是带着身怀六甲的太太 准备要到医院产检 由于前一天男子他有喝酒 所以他是拿出了 自己买的市售酒测器来检测 确定没有超标就开车上路了 没想到途中是经过了 酒测的零检站 检方发现他酒测值高达了0.3 男子拿出自己买的酒测器 想证明但是警方不买单 还是将他依法送办 前总统马英九 三月初才到花莲来观光 而16号晚上他又再度造访了 第一站就来到了东大门夜市 有大批的民众是抢着 要跟他合手来拍照 这个马英九前总统的到访 也让附近的摊贩生意接不完 有老板就开心的说了 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潮了 同样是前总统 这位是仍在保外就医的阿扁 按照规定他是不能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的 但是现在台中监狱基于人道考量 破天荒的同意 让他来出席儿子陈志忠的选举活动 但前提是不能上台致辞 这样的特例也让篮尾质疑 根本就是挑战台中监狱的底线 台电的深澳电厂环评过关 未来可能商转是引发了北部县市的极大反弹 不过行政院长赖清德受访时却表示了 深澳电厂用的煤是干净的煤 排放出的污染量跟天然气发电差不多 话一出口马上是被专家打脸 只要是燃煤发电污染程度都很高 根本没有干净这种说法 同样跟电有关的是 已经两年没有调整的电价 下个月要调涨3% 经济部之前是对外承诺 民生的基本诱电 330度以下的用户不调涨之外 另外还决议了500度以下的用户也不调整 而这个小商家1500度以下的用户 电价也将动涨 美国总统川普又有惊人之语了 周三他是表示 日本人为了阻止美国车来进口 竟然是用保龄球砸车来测试美国车的品质 但是川普的说法连日本人都一头雾水 白宫发言人隔天被问到了 他立刻粉饰太平的说 总统只是在开玩笑 近期的电视剧只要是谈到轮回的爱情故事 就是票房保证 像是韩剧鬼怪 还有大陆剧三生三世 赵又廷跟杨幂不断因为命运的轮回 而被阻扰的爱恋情结 尽管观众看了非常虐心 却又沉迷在剧情当中 日本最近有一则广告找来的不是明星 而是三名大学校园的选美高材 再来看到的是非洲加纳的农村小学 因为没有电脑 老师上课只好用手绘的方式把电脑视窗画出来 我们下课只好用手绘的方式把电脑视窗画出来 好